引银匠 做一些比较流行的首饰 吸引年轻的姑娘 莫许远前一阵路过的那个摊子 看到一个挂出来的头饰不错 就把他给买下来了 我点了点头 请他带我去看看 莫许远爽快地答应 不过他警告我说 这个引银匠的脾气自古怪的了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莫许远带着我 走街串巷 在迷宫般的小巷子里转了半天 这个时候天色已然渐渐的暗了 莫许远在前头拐了个喷说 哎哟嘞 就在前头了啊 你看看啊 今天你的运气不错的 都出摊子了 我看到前方是一条窄窄的屋像 两侧高墙 底上是凹凸不平的青石的路面 在巷子尽头可以看到亮起了一盏灯 大概是灯泡的瓦数不够吧 这个灯光略显了昏暗 我们再走近 可以看到雨点敲打在 吊漆的这个蓝皮灯罩上 光线是晃晃悠悠 忽明忽暗 真有点啊 雨夜深相说 聊斋这个味道了 引银奖没有铺子 连招牌都没有 就是在四家那个当街的门口啊 放了一个木制的工作台 用几片玻璃给罩住 前头呢 插着一个竹架子 上面挑着许多造型各异的小银饰 非常低调 要不是由莫许愿提醒啊 我就是从他的殿前走过 我都我都不会注意他 我们走到了跟前 隐隐的能听到房门里边 传来了收音机的唱戏的声音 隐银奖 整个人呢 都窝在这工作台里边 拱着腰 在锤弄着一块银片 工作台上呢 散乱的摆放着各种的小工具 什么熔音炉啊 手锤啊 扇子啊 铁皮剪啊 旁边的地板 盘上呢 还散乱的堆放着松香啊 石灰啊 等等的物料 这是一个典型的 传统民间的手工小作坊 唯一比较现代的设备啊 就是一台用来画银的 乙缺的这个喷灯了 墨西元喊了一声 银银响 他停住了手里的活 抬起头来了 这是一张五十多岁的苦脸 倒八字眉 这个双眼因为长年的福岸做戏活 已然迷成了一条缝了 两三下线 几乎啊 能够勾勒出这个犬骨的形状 唯独这个额头非常的大 跟老兽型似的 墨西元把我往前一推 给你介绍一笔声音啦 隐隐将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把头又重新低下去了 你想要什么呀 我拿出了墨西元的那个连珠头饰 这是您打的呀 隐隐将点了点头 是的 我浮现了身子靠近了工作台 我又想问您一下 这个银式的造型 您是走的手啊 还是走的拇子呀 我许家以金石为主 金银器呢也在掌管之列 所以我在这方面是略通一二的 银器这个花纹的做法啊 分成两种 一种呢是用这个扇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扇出来 一种呢是用现成这个模子啊 胶银汁 前者适用于定制 俗话就叫走手 后者呢就适用于批量生产 叫走模子 听到我这个问题 隐隐将摘下了老花镜 搓弄了一下手指 他那个手指啊 纤细 修长 上头沾满了银粉 他们一动就隐隐的有那个粉尘在飞 跟变魔术似的 不美就别问了 嘿 这语气里还带着厌烦 就仿佛不愿意跟人多说话 莫许愿偷偷地扯了一下我黎秀 小声地说 隐隐隐将脾气比较古怪的 你给钱就好了 不要瞎讲 惹得生气的了 我连忙掏出二十块钱说 我要 我要啊 我要一个跟他一样事 隐将接过了钱 数了数 丢进了工作台下面的抽屉 又问 自己得料还是限料啊 我要回答了 嗯 您这儿的限料就成 隐将看了我一眼 起身回到了门里 一会儿功夫呢 拿出了一块银板 用这个抹布擦擦擦擦上头的灰 拿着斜剪子 咔嚓咔嚓 剪起了一片 开始融银 他这个动作有条不紊 融 锤 赞 折 都非常的有韵律感 那块银料 在他的手里是服服贴贴 就跟橡皮迷似的 你想什么样 就什么样 老一辈的手工艺人呢 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其实呢 刚才那个问题啊 我不用看他做 也知道答案 墨子里 墨子里 浇出了那花纹呢 这个边缘是光滑的 形体是比较浅的 而散出来这个边缝 是更锋利的 造型是更清晰的 而且 手工作坊 这个墨子是精度不够的 没法处理太复杂的花纹的 这连板竹枝 太惊喜了 连这个竹枝的竹节都能看清楚 那肯定是靠手工 一点一点的咋雕出来的 我主要是想看看 他的整个的制作的过程 然后我做一下确认 莲花和竹子的组合 并不是多难想到的这个设定 说不定哪位能工巧匠 灵光一现呢 也能够巧合的想出来 但是 精卫书院的这个莲竹造型啊 它是有特点的 竹在莲前 莲在竹下 两种植物 前后交叠 巧妙的 用竹节和连边 来表现这个位置和关系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得先再一半的这个连板 再叼这个竹节 然后再回过头来 再另外的一半连板 最后是竹身 你必须得按这个次序 才能做出同样的效果来 如果 引银将是按这个次序操作的 那来源 毕竟是精卫书院无疑 那么这个时候 根本不需要对方开口 只要看他打完了些东西 他就能泄露出很多的信息了 我站在这工作台的旁边 我借着昏黄的灯光 我注视这个银银将 就见他趴在那把出具形状的银坯子 搁在那个栈子上 开始了最复杂的一道工序 赞文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 他做这个真是啊 熟疾而流啊 手指和工具在方寸之地 交替飞舞 不带一点犹豫的 一会儿搓 一会儿垂 还不值得用这个喷灯了一下 很快一个崭新的 连烛投尸就成了形了 哎呦 手速真快啊 我从喉咙里吐出了一口气 他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 但是加工的次序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银匠绝对有门道 引银匠对我的注视 恍若未见 他用钳子呀 把这个东西夹住 丢在了旁边的那个酸洗液里边涮了涮 又拿到了清水盆里边 这是因为银匙刚受着高温的锤打 表面呢会发黑 需要酸洗一下才能光泽鲜亮 趁着这个档口啊 我就开口问了 这个 这连珠相见的这个文士不错啊 您这从哪儿 从哪儿看来的呀 隐隐将没说话 专心致志的涮洗这个银匙 我以为他没听见呢 我就又问了一句 隐隐将把这个银匙夹起来 啊 用一块迷子皮 把他给擦干净了 然后硬帮帮的就说了 祖传那样子 不 您 您家祖生 疾惯是在 哪儿啊 那走吧 隐隐将把银匙扔给我 对我这个问题呀 置若网闻 我索性 把话挑灵了 您祖生 跟陕西京卫书院 是否有关系呀 隐隐将摘下了眼镜 开始收拾工作台上残料了 我不甘心呢 我又凑近了一点 几乎我趴到他的耳边了 您 听说过 五脉吗 隐隐将冷冷地哼了一声 把工具一件一件地 归拢到小木箱里 这是要收摊的架势啊 我许愿在旁门敲声说 就是这个脾气的 不想讲的 你问了也是白问的 我们来打音词 都尽量早讲 我见这个隐隐将一副油盐不尽的样 也很无奈 看起来呀 今儿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好在既然锁定了他 剩下来的就是水墨功夫 哎 满满的磨呗 不过 不过仔细想想 这个银将虽然疑似和精卫书院有关系 但是和我要追查的这个五罐 这四国还是八竿子打不着啊 从连竹文联系到精卫 从这个精卫联系到杨虎城的笔记本 从笔记本再联系到佛头案 从佛头案到五脉 再到青花罐 哎哟 这逻辑有点 有点太牵强了 不绕了好多圈了 可眼下就这么一条线索呀 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呀 尹银将已经快收拾完了 我看看天色已晚 不好耽搁小姑娘的时间了 我转身欲走 临走之前 我又瞥了一眼那个工作台 眉头就皱起来了 哎 怎么似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再仔细一看 我这个眼神呢 就被其中的一样东西 给锁住了 那是一柄 搁在工具箱内的细长的铁笔 长约十厘米 毛笔杆那么粗细 握手的地方呢 用那个系统丝 估着那么一圈竹套 竹套黄里泛黑 已经有年头了 铁笔的笔端呢 是个平头 上头有一个凹槽 这个工具叫细钻 是用来在银面上露孔用的 根据需求不同 笔端呢 可以装不同的钻头 在这个银器上 钻出不同形状的 大大小小的孔出来 可是 可是这个细钻 和一般的细钻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微妙的差异 让我看到了一次 破开局面的曙光 我就拦住了这个银银匠 我以此一句的开口说 你不是银匠 你是一个鞠匠匠 尹银匠听到了这一句 这个八字没某然一抖 整个人呢 就像是个鸟被点着了的炮症 他一弯腰从这个钱匣子里 拿出了二十块钱 扔给了我 然后一把从我的手里 抢回了连珠银匠 粗暴的又丢回了工作台 一锤子 把他给砸扁了 从炮弹 抢兵具 尹银匠连声地 用当地的土花呵斥着 用力地挥着手掌 仿佛我触动了他什么机会了 我还想要解释呢 尹银匠直接把盘灯给抄起来了 横眉离目 跟看见杀父仇人似的 这个盘灯啊 连金属都能划开 对付血肉之躯 那是轻而易举啊 吓得我赶紧往后一缩 我本来还想给他看一眼 怀里的这个瓷器的残片呢 但是看他如此的决绝 我也不敢坚持了 尹银匠把工作台推回了屋 砰 关上大门 随后屋顶悬着那这盏灯 啪 也灭了 默讯员抱怨着说 你看你看 让你不要乱问嘛 让人家给念出来了吧 我看着那个紧闭的大门 我好奇的就问了 我听他这口音啊 和本地人区别不大呀 他什么时候来这个绍兴的呀 我学员说不知道 反正啊 他说他从小时候啊 这个银匠就在这儿 开摊了 那他们家有什么人你知道吗 你也看到了啊 这个人脾气很古怪的啦 平时跟人是很少交谈的 附近街坊 有想给他介绍对象的 可是谁家的姑娘也受不了他呀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单身 也没有朋友的 早些年呢 他家有一个老娘 过世很早 现在就是一个人独居的 哦 那 在什么情况下 他就会发脾气啊 他好像 特别不喜欢 别人问他过去的事情 一问就急 生意都不做了 纪委会啊 还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别省得偷饭呢 后来公安来查过 不是 就没有瞎问了 哦 难道这个户籍登记上也没写吗 那我就不晓得了 我又不是他户口的 嘿嘿 莫许愿说到这儿好奇的又问了 你怎么问得这么详细啊 你不过是公安局的吧 我笑了笑 我没说话 嘿 那个 今儿真是多谢你了啊 我做了告别 准备先回旅馆再说 莫许愿瞪大了眼睛说 哎 你不该请我吃个冰淇淋喝个茶什么的吗 算算算算算 请我吃完甜食 你肯定会提出送我回家 然后你就知道我们家的地址了 我还得邀请你上去坐 嗯 这么晚了 聊得太晚了 聊得太晚你回不去还得结束在家里 太冷一出事了 我对你是没有感觉的 你还会很麻烦的 哎呦 我说这这这这姑娘这个 这这情妖小说都太多了 对 为了避免误会 我没敢送他回家 我们在城区啊 找了一家冰淇淋店 痛痛快快的吃了三个球 然后分手了 莫学员说 哎 我能最后问个问题吗 说说说 啊 感情方面就算了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什么意思啊 啊 什么什么居慈将 什么他一听就 做那么大的气啊 哎呦 这个 这话说来 那可就长了 我眉起了眼睛 一副老气横丘的口吻 居将 那是一门古老的职业 至少啊 在宋代就已经存在了 瓷器这个东西啊 虽然耐久度高 但是很脆啊 一颗一碰 轻者掉茬 重者碎裂 会变得特别的不好看 所以啊 专门有这么一类手艺人 能把这个瓷器修不上 比如说吧 你一个瓷碗摔地上了 成了三瓣了 不能用了 他有本事重新拼回一个碗 或者一个瓷盘的调理脚 他能给镶个铜脚 这叫 居瓷 居将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长活 一种叫做绣活 长活就是走街串巷 给穷人服务的 老百姓家里穷啊 此外摔了 舍不得再买新的了 就找人补 从旧式会过来的老日啊 都知道 居将呢 会肩扛着一个挑子 带着吊门喊 西本 西碗 西大钢 这都是老百姓常用的几件东西 那么这种长活的工匠呢 叫 咕炉匠 下修流 现在生产力都上去了 日用的瓷器不值什么钱 坏了 就换新的 所以长活几乎灭绝了 至于这个 修活 那可是为了古董瓷器修补 而发展出来的呀 得罪了隐银匠的许愿 抬扭转机找到新的线索 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董局中局之大结局 半点过后 午夜拍案惊奇 继续播出 一组青花瓷宝冠 一段沉重壮烈的往事 数百年前种下的几代人的恩仇爱恨 将在小人物兴局 正在播出 提起居慈匠的长活和秀活 许愿侃侃而谈 说得莫姑娘目瞪口呆 钦佩不宜 说这个绣活是什么呢 那是专为古董瓷器的修补 而发展出来的这么一种行业 古词一代一代往下传 难免有不完整的时候 甚至啊 有时候只能找到一堆碎瓷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专门的工匠啊 把它修补起来 而且不能光补完了就算 而且还得保证这个艺术的完整性 对居慈匠的要求啊 那是很高的 不光有收益 还得兼顾艺术性 到了今天 文物修复专业啊 那还得借鉴这些手艺呢 关于绣活 在这古董圈里 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 在南宋时期啊 日本有一位贵族 叫平仲盛 向宁波阿玉王寺啊 捐献了黄金 那么作为回礼呢 阿玉王寺回赠了龙泉瑶的一件瓷碗 备受平仲盛的喜爱 后来到了市厅年间 这个瓷碗被幕府大将军 足利益政得到了 可惜啊 因为屡遭战乱 这个瓷碗出现了几刀裂痕 足利益政派遣一位特使 携带瓷碗来到了大平 希望成化帝啊 能再赠送一件 可是呢 龙泉瑶经过时代的变迁 已经烧不住同样幼色的瓷碗 成化帝呢 便让这个御用的居瓷将 将瓷碗修复 带回日本去 这个瓷碗上居了几颗豆丁 看起来那个形状呢 有点像马黄 于是日本人呢 把这个瓷碗起名叫做 青瓷马黄瓣 就成了日本呢 最著名的茶区之一了 那你看看 这个居瓷的手艺啊 已经到了和瓷碗本身 同灰的这个地步了 那为什么 我一看那件工具 立刻就认出来 引银匠是居匠呢 居瓷这门手艺啊 原理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在个瓷碗上 钻几个孔 再用长短不移的钉子 给固定住 其中呢 钻孔这一道工序呢 那是最考验功力的 说这个瓷器啊 它又薄又脆 要在这个上面 钻出一个孔来 而且还得保证 不碎不裂 那需要极精细的手法 居匠用的这开孔的工具啊 是一根铁笔 在这个笔头呢 镶件上一颗金刚石 要在开孔的部位啊 轻轻的研磨 磨出这么一个孔来 中国有句俗话呀 要是 不是金刚钻 别懒此起活 那就是他这儿来的 引银将工具箱里的内杆铁笔 已经改缘为奸 用来加工银器了 可是呢 外头那圈竹套 可卸了底了 给银器钻眼 考验的是力道 正错了 还能回炉重画 可是给这个瓷器钻孔 那只有一次的机会啊 用错了力气就碎了 所以需要极为精细的控制 外加上一圈竹套 就可以提高手指的摩擦力 引银将之前肯定干过巨匠 而且还是一个玩秀活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改了行当了 只是这款铁笔还用得着 于是稍加改造 就变成了一件银器的工具了 若是没有那圈竹套啊 我还是真看不穿 当年在京城里头 秀活手艺出众的 那都是瓷器打架 有这个眼界才敢在古词上都动手 既然引银将的老板还是居词 那他和武冠之间就终于会有了直接的联系呀 我暗自清醒 引银将的这个破绽呢 其实根本不算破绽 若非对金银器加工和瓷器都有了解 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银器呢 是我本家的学问 据词的事呢 在《悬词成见》里写过 哎呦 多亏了 要不是比我恶薄啊 这才侥幸有所发现 果然呐 多看书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了 我没跟墨徐院说的太戏 他有一局外人 他未必能够听得懂 我随便跟他说了几句 就打发他回家了 不然呢 他又会多出什么奇怪的联想呢 到了第二天 我又来到了八四桥的附近 不过这次啊 我没有贸然靠近 而是远远的在这巷子口偷望 我看到引银将打开了房门 搬出了工作台 我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我原来最担心的 是他被我撞破了隐世 他会连夜潜逃啊 绍兴 我人生地不熟的 我可没地方找他去 这个巷子很偏 我偷偷地监视了他一上午 一共也没几人路过 停下来找他做东西的 更是一个没有 手工银器这一行啊 那真是江河日下了 其实不独银器 所有的手工艺人 如今日子都不好过 现代的工业和科技发展太快了 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 我甚至怀疑啊 引银将从居将转行 那就是因为这一行几乎灭绝 他只能是另谋生路了 我心里在盘算呢 哎呦 我到底该怎样才能获得这位引银将的好感呢 送东西 连墨学院这样的土著都不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呀 帮他忙 他身居简出 那生活简单到了极点了 几乎都不和外界交流啊 拿钱贿了他 哎 这道位上不是个好办法 可是他昨天退给我钱 然后一锤砸坏了同事那个劲儿 嗯 不行 这么做啊 恐怕也只会起到反作用 哎呦 就就就这个引银将 他简直就是现在生活的一个怪胎 一个银者 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他就活在自己的工作台的后面 一时间呢 我真是有点老鼠吃乌龟了 没出下嘴 到了中午 引银将把工作台抬回了门呢 锁好了门 然后往外躲着肚子走了 我尾随着他 我尽量的保持着距离 我看他走过了八字桥 来到昨天我吃臭豆腐那个摊子 他捡了一条长板那儿坐下了 点了一叠炒和虾 一碟没干菜 还让店主人烫了一壶黄酒 慢慢的叫了一碗米饭 吃着 哦 行 行 我眼睛亮了 哦 看起来他还不算彻底的不识人间烟火呀 好歹他喜欢喝酒 这就好办了 我装作不经意 我溜达过去 走到小店前 跟老板打了个招呼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引银将桌子的对面 引银将抬起头 看看是我一脸的怒气 把这个饭碗往桌子上重重的这么一搁 起身就要走 我不急不忙的 拿起了一只酒壶 说 这段我请 咱什么旁的话都不说 咱就喝酒 成不成 走 我要走 走 引银将不接这茬 沉着脸呢 还要往外卖腿 我连忙抓住了他的胳膊 引银将猛然的一甩 喝 这力气还不小 把我生生的给震开了 扬长而去了 店主人都笑了 就说你 不是你找老尹干什么呢 我随口就说 我就想跟他学手艺 店主人摇了摇头 说这个老尹这个人啊 他平时是极不喜欢跟人来往的 那也就来我这吃饭 能谈上去一话 就像你这种主动跟他搭神的 他最烦了 一烦他就发神经病 好像叫什么 什么狂躁症 什么的 我一听 忙问这个店主人 哦 那么原来还有别人来找过这个银银将 店主拿这个炒勺啊 磕了磕锅眼 感叹了一声 是从前呢 街坊有在电视台工作的 想做一些失传的传统手工艺 就找到了这个银银将这来了 结果呢 这个银银将一看见摄像机 立马就翻脸了 把一伙子人直接就给骂出去了 还有一个香港人 想请他去广州做银器生意 刚一提出来 就被这个老尹给拒绝了 香港人觉得是钱没给够吧 就揣了一口的现金过来了 老尹倒好 直接就把这个喷灯开开了 把这口袋给点着了 等香港人把这个火给扑灭了 钱已经烧了一半还要多了 我脱口而出的说 而我呀 嘿 我就趁机要挟他 你赔钱你 赔不起 我就把你弄广州去 店主笑了 他说香港人也是这么打算的 可这人呢 真不可貌相 没想到老尹从家里 拿出俩瓷碗来 丢过去了 香港人请人鉴定了一下 发现呢 这俩碗值的那个钱 比被烧掉的钱还要多 只好揣这个碗灰溜溜的就走了 说当时这个八字桥都轰动了 街坊们是议论纷纷 说这个老尹 平时你别看着的穷酸 那手里真有值钱的东西 听到这儿我联邦就问了 什么玩儿 什么玩儿 店主为难的抓抓脑袋 说这就不知道了 我想了想 哎呦 那半口的钱 那起码得几万块啊 一个小银匠 居然收藏着这么贵重的瓷碗 嗯 这家伙这个地戏啊 果然神秘 我们俩正聊着呢 门外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一抬头 呦 老尹居然回来了 眼皮翻着 一脸欠了人钱似的 我还没说话呢 就发现呢 这个老尹的身后 居然还跟着一个人 这个人我也说 正是昨天 拦机斋的老板 我们四目相对啊 一下就都愣住了 没料到会在这儿 看到对方 我就看到了 这个老板手里 抱着一个 八卦文的宗室屏 屏口缺了一脚 心下立刻了然了 哦 这位老板呢 一定也是看出了 银匠居词这个手艺来了 想请他出手修补 这个玩意儿了 拦机斋的老板 看到我的眼神 充满了警惕 他大概此时心里在想 哦 小子 你昨天去过我的店里 原来自想探我的底了 我觉得有点冤枉 不过眼下我也没法解释 我只好认凭他误会下去得了 尹银匠一出门 就被拦机斋的老板给堵回来了 他那心情啊 恶劣到了极点 面皮一抖一抖的 就好像火山炮发前的那个地表面似的 随时可能被拦弱的 随时可能被拦弱的岩浆给淹没了 平时一个人去找他 已经让他烦躁的要发病了 而现在这种讨厌鬼有两个 他当场气死那都是有可能的 烂躁回去 烂躁回去 隐隐将力声地喊着 可是那声音却多少有点色力内忍 我笑着把他给挡住了 银匠 银匠 既然来了 你那何妨 咱们喝点再走啊 兰鸡斋老板也堵住了他的退路 九四九四嘛 乡里乡亲嘛 应该多走动走动了 好了好了 这一顿我行了 我们俩虽然互相敌视 但是在摁住尹银江这一点上 还算有攻势 尹银江气急了 开始用绍兴花骂人了 又急又快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就不在乎 哎呀 那个老板呢 想来他已经是酒精考验了 他也没被影响 尹银江骂累了 呼吱呼吱着在那喘着气 发现我们两个呀 摆明了 不吃他这套 他那个手边呢 有没有趁手的武器 他是完全没了法子了 我跟蓝鸡斋的老板都看出来了 这个尹银江表面狂躁 其实骨子里呀 是个懦弱的性格 只要你比他更凶更横 他很快就能服软 一看我们俩油颜不尽的这个无赖样 尹银江无奈的退后了两步 坐在椅子上 颠然的说了话了 你们到底想想想想要干什么 啊 是啊 我 我们想干什么呀 其实啊 我这个目的是很简单的 就是请尹银江啊 为我看看那块三顾茅庐的碎片 他对磁性熟的话 就说不定能够窥破 这个白口的熬度 至于蓝鸡斋老板的这个人是目的呢 恐怕绝非修补宗室瓶这么简单 这个瓶口的修复又不是什么难事 就算绍兴没有 杭州一定有师父的 何必选择尹师父这么一个难应付的人呢 我看哪 真正的意图 他是想摸清楚尹银匠的家里呀 还存着什么瓷器 商人逐利如苍蝇逐臭啊 哪有宝贝 恨不得挖地三尺去逃去买 这种随随便便拿出两个精品瓷碗的家伙 他的手里一定有更多的好货的 我们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真实的目的 于是呢 这个局面呢 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了 一时之间 就有点安静下来了 尹银讲的脸又抽了一下 你们不讲啥 是不是啊 好嘞 你不讲我就回去了 我和兰鸡斋的老板对望了一眼 同时说话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 居词的手艺 尹银讲 对居词这个词 非常的抗拒啊 一听我们这么说 双肩高峰 呼吸粗重 好像又要犯病 店主人眼鸡手快 递过去一碗黄酒 引银讲一饮而尽 然后用袖口擦擦嘴 这情绪才勉强的压下去 我我我我我只是个银讲 我我只会银火 蓝鸡斋的老板 抢先说了 不麻烦您太多啊 就是想给这个瓷瓶啊 像个银忙口了 说到底啊 鸡金是不分家的 您做的还是银活呀 哟 这家伙到底是老江湖啊 这话说的是相当的有门道 烧懂居词的人都知道 有些瓷器碎了 碎片还在 这种可以拿钉子 拘回原状 这是最基本的手段 可是呢 有些瓷器缺湿的部分 已经找不到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修补的方式呢 就是用金银铜等物料 打成缺湿的形状 镶嵌上去 就相当于给这个瓷器啊 镶了个金牙 所以这个手艺不光看修补 还得看修补的有艺术感 手艺高的人 能把这个残词啊 给修出花样的 比如说吧 一个茶碗坏了半边 用金叶子香上 两边呢 用米丁菊子固定 这就有了新名目了 叫做金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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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银�银������� 遇到的那个青瓷马黄瓣 那就是把这个残缺品 鞠成了艺术品的这么一个范例 兰基斋的老板故意混淆视听 反而引起了隐言将的反感 许愿会有机会得到碎瓷片的线索 每一件古董背后 都是深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 每一件仿冒品背后 都是机关算尽的机巧和匪夷所思的 全套 在兰基斋老板和许愿的双重夹击下 引银将的态度果然有所动扰 事情会发生转机吗 但凡居将啊 必然有一手金属加工的绝活 和专业银将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 兰基斋老板故意混淆这两者之间的概念 强调这个委托其实还是银活 不想啊 激起了引银将的反感 引银将对这个要求不置可否 转过来又看向了我 我想了想 我就说了 呃 我这手里啊 有片儿碎瓷 想请您看看其中的门道 既然是碎瓷 那就没有鞠的必要了 他甚至都不用动手 只要看一眼 动着嘴皮子就行 我们都看出来了 引银将对居词特别的抗拒 因此呢 尽量的把这个要求说的简单 挖空心思 不往这个居活上靠 引银将既没一口答应 也没一口回绝 他又要了一碗黄酒 喝完了 打了个酒歌 那好啊 我只能答应一个人 你们两个自己丧来吧 得嘞 您看这引银将看着木呢 这脑子还真好使 见我们两个一起纠缠过来啊 所幸 祸水东吟 把这个矛盾给转移了 让我们俩先自己思维一回 他看热闹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我和蓝鸡摘老板一看就是志在必得呀 谁都不会放弃呀 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竖起这个铃鱼 翘起了机关子 互不相让 可是一时啊 还坐在座位上 没动手 那为什么不动手呢 我怕我们一打起来 这个引银家 他趁机跑了啊 旁边的店主打着个圆叉啊 老爷啊 你这不是挑拨人家打架吗 我这小店可容不下两尊菩萨啊 要不你给他们画个道道 引银将这回的酒劲有点上来了 眼睛微微泛着红 说话的声音呢 也比刚才大了 那等 你们不是来找居活吗 那就考考你们居活手艺 谁知道的多 我就答应谁的要求 我和拦鸡斋的老板对看了一眼 我们一块说 那个怎么比 引银将想了想 你们跟我来 然后伸手跟店主 借了两个成九的大丝碗 我和拦鸡斋老板一左一右 我们生怕他跑了呀 拦鞋斥着他 出了这个店铺 店主摇了摇头 继续炸他那个臭豆腐去了 我们三个出了店 没走几步 就是八字桥头了 此时正值中午 阳光艳丽 那是绍兴难得 这个晴朗的天气 金黄色的光芒 抛洒下来 找到桥下的流水 波光临临 活力洋溢 唯有这座青灰色的古桥不受影响 依然带着绵延千年的阴冷气质 我们三个走到了桥顶 隐银将看了看天 开口说话了 激活的手艺 我收起来几十年了 今天你们俩逼我拿出来 别得看你们有这个没有啊 当年 激将收头 一考眼力 二比手力 三比心力 过了三关 师父才会开始真正的信头 你们既然想要看 也得遵循这个规矩 必顾三关 谁的胜数多 我就答应谁的要求 说这话的时候 嘿 这隐银将这个吉林谷啊 也不由自主的就挺直了 气质也变了 刚才那个 有着精神隐积的 脾气暴躁的 而又怯弱的这个人呢 不见了 阳光照耀之瞎 喝 隐隐样 把那微微咪的窗檐里边 透出一丝 非常自傲的光芒 我心里一动啊 先前 我曾经在北京 见过一个老头子 那是 京郊最有名的风筝高手 谁都躲不过他 后来啊 落魄了 到了要犯的地步了 可是他那个手 只要一碰这风筝线 这整个人的精气声就变 威风凛凛 啊 就跟眼前这个隐银将一样 每一个艺人 其实呢 都有在专业领域的这个矜持 我骄傲 隐隐将 举起了那两个瓷碗 则是第一关 考验眼力 他从桥顶啊 朝两个方向向下这么一衰 石桥都是花岗石的路面啊 坚硬无比 又凹凸不平 这俩碗扔下去 顿时就摔了个粉碎 隐隐将说 你们先来比比眼力吧 看谁先能给拼回去 这个考验不算离谱 居词的第一步工序 那就是找茬对缝 把碎词和词器本体之间的这个缝隙给对上 咱们现在说话老爱说 找茬啊 找茬啊 那其实 最早呢就是 居词的术语 找茬 这个难度在于 瓷片啊 是有厚度的 形状能对上 厚度 未必能够严丝和缝 这时候就需要 居词匠的这个判断了 究竟怎么搓 怎么敲 都有章法可循 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条 看那个眼力有多准 拼图有多快 我和蓝鸡摘的老板呢 却没急着动 我们还盯着这个尹银匠 我们担心呢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啊 我们过去捡碎片的时候 万一他跑了怎么办呢 尹银匠 剁了剁桥面说话了 你们两个 一边桥头一个 我怎么跑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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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那个蓝鸡店老板呢 对视了一眼 有道理 有道理 这才同时转身 朝桥下跑去了 这瓷碗呢 就是小店里的最普通的这个粗瓷大碗 强度不高 碰到八字桥这种石桥 已然摔得粉碎了 大大小小的茶子撒了一地啊 我腐蚀飞快去捡 只捡大片的 拦鸡斋子老板呢 也是一样的心思 一时之间呢 就看到俩成年人 撅着屁股 吭哧吭哧的 在台阶之间 捡碎片 拦鸡斋这个老板 什么来历我不知道 可能对瓷器的了解 要远胜于我 但是说到了玩拼图啊 那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了 小时候在家里边 我最喜欢的游戏 那就是玩拼地图了 我爸爸有一本世界地图册 被我一页一页捡碎了 又拼回去 我们很快 就把能捡起来的这个瓷片 都收好了 就地这么一做 又开始磕磕绊绊的拼回去 这个碗没有任何的装饰 不易判断位置 而且还不是平量 瓷片是有弧度的 是立体拼图 这个难度又上了一层 想把一个完整的碗拼回来 是不可能的 我们比的呢 是谁对的茬更齐整罢了 我比拦鸡斋老板拼得更快 转瞬之间呢 我就把这个瓷碗给拼了一个七七八八了 只剩了一片比较大的 没找到合适的位置 说来奇怪了 你说就这个瓷片吧 我怎么拼缝啊 对茬啊都对不上 但这片很大呀 要放弃的话 恐怕完整性就不如对手了 拼图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一块东西你以为拼对的地方 但其实没有 反而导致其他的土都错了 错一处乱一局 我就琢磨呀 他该拼在哪呢 我来回的是 还把别的地方拆开 打散了重来 这么一耽搁 拦鸡斋的老板却是抢先拼完了 双手捧着一个残破的大碗 递到了银匠的眼前 他拼得不如我完整 下端漏了一个很大的洞 但是呢 他速度快呀 尹银将看了眼说 贼罐死你僧了 我满腹委屈 我看了眼他手里捧着玩 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嘿 这这 这大瓷片是 是你的 嘿 原来 尹银将把这个瓷碗摔向两边之后啊 拦鸡斋老板拿起他那边的一片碎瓷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扔过来了 拼图最忌讳混入不相干的碎片 这回误导拼图者 扰乱你的判断 两个瓷碗完全一样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发觉 反而为如何安放 这揪占雀巢的碎片 我是绞尽了脑汁 所以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 拦鸡斋老板设了完整性 可是赢得了时间 哎呦 这招太阴损了 我气得够强 我大声地说他作弊 这不公平 尹银将却淡淡地说 连碎瓷粗子哪一个碗都分不出来 你粗得不愿 我没话可说了 我只能狠狠地瞪了 这个拦鸡斋老板一眼 他都会洋洋 挑衅式地催促地说 嘿嘿嘿 赶紧下一关哪 考手历了 对不对呀 鸡瓷的第二道工序啊 是在这个瓷器上攥眼 以便呢 挂这个鞠钉上去 好固定 这好像是 在一摞文件上打孔 然后用一个档案夹子 把这个纸孔穿钉起来 不过瓷器上打眼 可比在纸上打眼 那个难度要高多了 瓷器又薄又脆 在他的上头打眼 手必须是极其稳定的 你想啊 一件瓷器的瓷壁 可能只有几毫米厚啊 要在上头打个眼 还不能打透露 您说这空眼得有多薄吧 考验手力 就是考验一个人 在进行精细的工作的时候 对手指的控制力 有多么的强 隐隐将蹲下了身子 从八字桥顶的石缝里啊 抠下了两块小石头 有拇指那么大 交给了我们俩 这八字桥的石子是花钢眼 很硬的 你们各自挑一片 差不多大的碎瓷 用这石头 在上头刻 立德 立功 立言 十分钟为限 谁刻的权 谁胜 虽然他没让我们 拿石头钻眼 但是 用石头在瓷器上刻字 这个难度一样不低啊 要知道 拿石头在瓷面上刻字 这是个特别别扭的写字法 石粗 瓷滑 你是很难控制你的笔触的 你就连画一条支线都很难 就别说写字了 参加的人 要在十分钟内刻出六个字 每一个字的每一笔 还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词片还不能崩 这绝对是个大考验 立德 立功 立言 出自左传 原文是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位 三不朽 讲的就是啊 成功的三个必要的步骤 这句话很受世人的吹捧 无论是笔筒啊 书帖啊 眼睛啊 屏风啊 印章啊 词啊 都经常能看见 这几个字的字形言整 笔画始终 拿来考教 再合适不过了 我忍不住看了 尹银匠一眼 哎呦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想到这么个贴合的题目 这个胸中必有身贺呀 这家伙 他绝不是表面上 那个脾气古怪的银匠 那么简单 甚至啊 居匠这个身份 那都是值得存疑的 我这一冷时啊 拦机宅的老板 已经先拿起石头刻起来了 石头和右面摩擦 发出了令人不疏忽的 尖利的声音 我也不急 我缓缓地举起了 我那块石头 选了一个秃脚当笔 然后在这个瓷片上 就滑起来了 这石尖一压上去 在瓷片上打的一个滑 居然是一点印都没留上去 我尽管已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呀 没想到实际操作起来 还是异常的困难 拦机斋老板见我刻了一个空 忍不住露出了鄙夷的微笑 继续埋头刻起来了 我抓着石头 连刻了几下 我这才稍微地掌握到了一点窍门 原来在右面刻字啊 需要时间不断改换力道 角度 每前进那么一点都要稍微调一次 顶着右皮啊 呛出这么一道痕迹来 这种呛法 需要对五指的力道 有一个精细的控制 否则 轻则划开 重则崩碎 我宁神专注 拿出啊 来紫金山塔碑的那个劲头 心无外物 把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一片瓷片上面 拦机斋的老板那边 也顾不得分身嘲笑我了 同样 他也是全身关注 十分钟过去了 尹银将说了句 时间到了 我们两个人停了手 同时发出了一阵深深的呼气的声音 我就觉得呀 从那个手腕子到肩头 都疼啊 疼得厉害 为了刻这几个字 我被迫调动了整整一条胳膊的肌肉 我们两个把这个瓷片交上去 尹银将看了一眼 眼神扫过了满怀期待的 蓝鸡斋的老板 然后对我说 索利官 你赢了 凭什么呀 蓝鸡斋的老板跳起来 高声地抗议着 两只细长的眼睛都瞪圆了 我真不知道 他能把这个眼睛瞪得这么远 尹银将面无表情地 把两片瓷片一起翻过来 晾给我们两个人 蓝鸡斋的老板呢 在瓷片上刻了五个半字 最后一个言字呢 还剩底下的这个口子 没刻 他这个字写得很漂亮 其实在如此局促的环境下 他仍然尽量保证写出 凯说这个笔分来 而我这个词片上面呢 比它要简单得多了 在词片的正中 是一个大大的例子 然后在正上方和下方的左右两脚 各有德 公 言三个字 别看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排列 蓝鸡斋的老板眼睛鼓了鼓 他想要抗议这耍赖 而最后还是退缩了 只是从鼻子里边冷冷的哼了一声 只说了两个字 蹊跷 我还真是蹊跷了 这种文字排列的办法啊 跟瓷器没关系 而是我从印章的学问里借来的 金石印章里有一种刻法 叫做合印 正中一个字 四角各有一个字 以中字搭配角字去读 比如中间是一个隐字 四角刻身 明 立 心四个字 那么读的时候呢 就应该读成隐身 隐明 隐立 隐心 此所谓四合印 我在这个词片上呢 也是如此的刨制 只不过呢 我把四合印改成了三合印 立字在中间 三角分别是德 公 言 按照印章的规矩呢 正该读成立德 立功 立言 换句话说吧 兰吉斋的老板费劲辛苦 写了五个半字 还不如我写四个字更全 印银匠说得很明白啊 啊 写完这为胜 那自然就是我了 兰吉斋老板的店里也卖印章 这个技法他也知道 可惜呢 他光惦记这个瓷器了 没往旁的响 我这也是堵上一堵啊 如果 印银匠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鸡词匠 对印章一点不了解 我这媚眼啊 那可就扔给瞎子看了 可这家伙呢 一眼就认出是四合印的遍体 深深地知道他的价值 这才判定了我胜利 两次比试下来 许愿和兰吉斋老板打成了平手 最终究竟谁会取得胜利 得到引炎将的帮助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董局中局之大结局 半点过后 午夜拍案惊奇 继续播出 一组青花瓷宝冠 一段沉重壮烈的往事 数百年前种下的几代人的恩仇爱恨 将在小人物许愿的身上兑现 收起宝冠破解线索 古董局中局之大结局 午夜拍案惊奇 带你一起开启古玩界 时隔数百年之久的惊天秘密 古董局中局之大结局 作者马伯雍 演播爱宝梁 录音师张晓英 编辑海燕 午夜拍案惊奇 为了请到引炎将帮忙 查看碎词片的秘密 许愿和兰基斋老板的最后比试 至关重要 他能取得胜利吗 引炎将 见这个老板仍然心里不服 就要开口说了 这不是什么技巧 手力考教的 不只是钻眼的手法 瓷器样式不同 文式不同 练习不同 即将选择点眼位置的时候 就要有通盘的考量 要兼顾实用与美观 这位先生用了四合影 既优雅又节约了空间 这才是手力的体现 门头可字 不是取胜之道 我听完了之后 我恍然大悟 感情啊 第二关的这个题目啊 居然还隐藏着 这么样的深意呢 就见蓝鸡这老板 动了动嘴 狭口无言 就见这个尹银将 接着就说了 现在是一比一平 接下来是心里观 听到这儿啊 我两个同事紧张了 前两关看似简单 其实各藏心机 那么这一关的题目 可得听好了 免得误入歧途 尹银将 缓缓地走下了巴斯桥 他一拍啊 桥侧的这个望桥柱 就说了 你们看到 这柱顶上的妇帘了吧 拿起你们手里的瓷片 想办法 与这妇帘凑到一起 看谁弄得好看 所以啊 不要损坏 富联座 这可是古迹 这一次的题目啊 这个用意是一目了然的 既然叫做心里观 自然与用心有关 考教的其实就是美感 说美感这个玩意儿啊 真是虚无缥缈的 他没法用明确的词去形容他 但是呢 他却是无处不在的 而且是极端重要的 同样是坟采上的三枚鞠钉 啊 那么有人鞠上去就如三星横空 有人鞠上去呢 那就是撒苍蝇 哎 这就是审美的差距 不过 虽然这个考题都明白了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仍然有难度 我走到了一根望桥柱 它这个底部呢 是一根圆形的石柱子 连接着石虎栏 顶上盖着一个约十厘米厚的平放的石轮 石轮的侧面一圈 雕成了一半半的莲花纹 从上到下交付着 这是宋代所雕 与八字桥同地 如今石面已然是斑驳不堪了 但是这个连半依然是清晰可见 古意盎然 如果是在别处啊 只怕早就围起来 当文物供奉着了 绍兴呢 却把他留在民居之间 任凭百姓在旁边行走 所以呢 比起这个博物馆里边的那个死板呢 他可是多了一份生气 这么美的一根复连石柱和手里这个骨瓷碗的残片 他们怎么才能搞出美感来呢 这可真是太难为人了 之前是靠健保 如今呢 就完全取决于艺术修养了 可这恰恰是我的弱项啊 我这人没什么审美啊 我这平时穿着 打扮 那完全就是不懂 要是 要不然 或者是奄奄在这 说不定还能给点建议 不是 就靠我一人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 我侧着脸 我偷偷看过去 拦机斋老板呢 也是一样在那抓耳闹塞的 这不像是眼力手离关呢 啊 那都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的目标 努力就是了 说 弄得好看 不是 这 这四个字 这主观色彩太浓了 那 哪知这个隐银匠 他什么品味啊 过了几分钟 拦机斋的老板呢 似乎想到什么了 蹲在地上 开始 用石筋 用力的磨这个瓷片 发出呲啦呲啦的声音 非常难听 我意识到了 那当算呢 要对这个瓷片进行下工了 看来 早已有了复案 我不由他紧张起来了 这复连石柱的上方是平的 可以搁一个碗 没问题 可是这瓷片太差了呀 您就是横着摆 竖着摆 那都是不堪入目的呀 我抬起了头 隐银将背着手 站在桥顶 居高临下的俯瞰着我们 天空的太阳照射下来 恰好是逆光 让他变成了一个威严的黑影 还有团团的光圈笼罩着他 他看起来特别的庄严 你别看他刚才百般的不情愿 一旦他出了题了 那立刻就换了一个人了 这简直就像是外国精神小说里的人物啊 他怎么有双重人格啊 我赶紧的摔了摔脑袋 把这些杂念甩出去 这时候 有一个念头 闯进我的脑海了 对呀 我可以这么做呀 我也浮现了身子 利用胎尖来回的研磨的瓷片 把它磨到尽量的狭长 中间呢 还磨出了一些身痕 这是竹脂 身痕呢 是竹脊 和莲花放在一起 恰好就是莫许院的莲珠头饰造型啊 我不知道 引银匠是从哪学了这个造型的 但是他应该很喜欢 否则不会转行打造银器 还继续使用 这个摄像虽然糙了点 但也算是投其所好吧 这个破瓷片 硬件条件太差 那么也只能从创意方面去尽量的发挥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们两个个子退开一步 我把长条的瓷片啊 摆在了妇莲的旁边 说实话吧 真有点丑 不过呢 莲珠的这个模样还是能看出来的 引银将背着手 从我这儿溜得过去了 他扫了一眼 一言不发 脸上看不出是赞许啊 还是批评啊 他又慢慢的 夺步到了兰吉斋老板的这个望桥柱 看到了副脸上啊 撒了许多的白色的粉末 夹在这个脸瓣之间 略显恶然 我也挺惊讶 这这这叫什么造型 这应该就是瓷粉吧 蓝吉斋老板呢 这是把瓷片生生的磨出一把细碎的瓷粉 像撒胡椒面 撒上去了 我那个好歹也算是个造型啊 这算什么鬼啊 隐隐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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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蓝鸡斋老板什么都没干 只是微微的挪动了一下身躯 刚才他站的位置啊 他这个影子恰好遮挡在望桥柱上 现在怎么移动 阳光正好照射在柱子之上了 那遍布连板的磁粉反射着光芒 形成了无数小小的光晕 哎呦 整个啊鹤连花陡然变得光彩多目 一声灰了 宛如佛光降临 那一下就从古剑的遗迹 变成了至宝法器了 没过多久 蓝鸡斋老板又站回了原地 阴影浮现 复连石柱又恢复了原状 隐鸡将看着我说 不必说了吧 我颓然地瘫坐在地上 哎呦 这回认输得太彻底了 哎呀 这差距 这差距忒大了 你别说啊 这家伙别看人品有问题 不是 这审美的他确实是高我一头啊 他知道这丝片如何搭配 那都是很丑的 他居然独皮蹊径想出了这么个法子 化肺为宝 哎 真有他的 一比二 我还是输了这次独斗 不 不是独斗 这个事跟运气没关系 我是败在了对巨花的了解上 我这水平不够 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 你跟我来 隐银将指着指 南极斋老板背着手 朝着自己家的巷子走去了 靠着呢 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尾随而去了 能能 我打声他喊起来 南极斋老板说 远度复苏的朋友 撒无赖可更不好啊 他在语气里带着嘲讽 我既不如人 没什么好辩解的 不过 我好歹也赢了一次吧 能不能 能不能旁观 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居魂啊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甚至是有点卑躬屈膝了 蓝极斋的老板笑着 对隐银将说 您拿注意好了 隐银将看了我一眼 自许看 不许说 好嘞 我大喜过望 我们三个人 又来到了隐银将的家里 他打开了门 让我们进了屋 这个屋子里有点阴冷 我迈不进去 情不自禁就打了个哆嗦 正厅的陈设极其简单 一柜 一桌 一床 一椅 没了 剩下的呢 都是银器设备和材料 电器呢 只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 和一盏80瓦的白制灯泡 空气里边飘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似乎很久都没通风了 旁边一扇门通向了后堂 看门上的旧计花纹 那可是颇有年头了 整个厅里边真正惹眼的是那个柜子 这不是普通的大衣柜 而是一件黄花梨的柜格 上层三面开场着 四边呢 是宝珠文的圈口牙子 里边放的是一个坐钟 一尊圣母像 后边还悬着一枚简陋的银制十字架 下部呢 是对开两门 裸塘香平素板心 下面呢 方腿直腿 这个柜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这个雕饰 连漆都没涂 黄环丽 不净 不宣 这个色泽呀 那是得以完全的体现了 这个事在江南不算罕见的 经常啊 一户普通人家的厚屋 就能搁着当年祖生用过的好家去 蓝鸡斋老板自打进了屋子 这个视线就没从这个柜子上离开过 以他这个眼里 他自然知道 这个柜格那是上等的货色 不过他恐怕罪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那柜子里藏着的瓷器吧 银器工作台就搁在了门内的墙边 引银匠双臂搭住了台子的两侧 轻轻这么一震 把它往外挪了几分 摆正了 然后他转身打开了那个柜子 从里边拿出了一卷东西来 这个东西似乎是牛皮质地 叠成了一个圆圈 上头沾满了厚厚的灰尘 一看就知道好久都没有用了 蓝鸡斋的老板伸着脖子 还想往柜子里边看 结果引银匠啪 把门重新关上了 老板只好是没办法的把脑袋给缩回去了 引银匠捧起了那个牛皮卷 他胆了胆上面的灰尘 然后又把它轻轻展开 原来这是一个类似哈达的长牛皮带 呈黑褐色 上面别的一排精致的小工具 有钩 有铲 有刺 有钻 黄羊木的云边握手 长短都是一样的 在他摊开的这一瞬间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脏狠狠的就跳了这么一下 因为在脚边刻着一个小小的连珠纹 这个纹虽然也发旧 但明显是后刻上去的 引银匠从那个牛皮卷而生 取下了几件工具 抬起了头 你不是要瓶子要修补吗 拿来吧 咱记得老板赶紧把那个宗士平拿过去 说口崩了 想像一个遮忙的包音边 引银匠接过了宗士平 端向了一会儿 眉头却是一皱 一般呢 居活处理崩口 不需要居钉 而是要用一圈银制或者是精致的小圈 镶在这个门口 把这个崩坏的地方遮住 不过呢 现在要修补的这个宗士平和别的瓷器 那可不一样 悬瓷成剑里啊 特意的把这个宗士平单独拿出来讲过 那一章呢 我这个读的这个印象还是蛮深的 说这个宗士平 那不是实用的器材 而是祭祀用的礼器 上古的时代呢 就有御宗 基本的气形呢 是方柱的 圆孔的 短静的 圈足的 口足尺寸是一样的 四面呢 还有凸起的横线 历代对这个宗士平都有仿制 形质不易 到了清代呢 四面凸起的横纹 被八卦纹取代了 所以又称八卦品 烧制的最多了 青花的也有 白又的也有 仿军又的也有 仿歌谣又的呢 也有 形成了一个大Z了 无论哪朝这个宗士平啊 最大的特征就是 内缘外方 象征着天元地方 而这个瓶子 修补这个难点呢 而恰恰 就在于这四个字了 拘火里的遮盲 需要先打造出一条长长的银条 对折一下 然后相在瓷器盲口一圈 敲十楼 大部分瓷器原口是圆形的 实现这个工艺呢 那是很容易的 而兰基斋老板送来的这个瓶 内缘外方 崩口又有点大 从内圈圆口 蔓延到了外圈的这个方形 为了遮盲 这个香条啊 得兼顾内外 同时包起 才能啊 把他稳稳的给套住 你可以这么想象吧 引银匠 得在一瞬间 把一团银泥 捏成内缘外方的这个 双结构的这个套环 给这瓶子镶住了 可知道啊 这银泥可不是橡皮泥啊 它正处于高温溶解的状态啊 你没法用手去精细的控制啊 把高温的金属 在一瞬间捏成这么一个复杂的形状 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难怪兰基斋老板费尽了心口 要来请引银匠冲删了 引银匠戴上了衣服放大镜 全身贯重 端香了很久 然后从那个牛皮套子里 拔出一把小撮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小撮的光泽依然明锐 九尖引银匠 一握紧那个小撮啊 呵 整个人立刻进入了这么一种玄妙状态了 我能感受得到了 这个状态啊 比心外污那个境界还要高明一些 是心无外污 前者望物呢 是专注于我 后者望我呢 那是专注于我 引银匠高超的技巧 让许愿震惊不已 而要不然提醒他小心的细流营的人 也出现了 一组青花瓷宝冠 一段沉重壮烈的往事 数百年前种下的几代人的恩仇爱恨 将在小人物许愿的身上 兑现 收起宝冠破解线索 古董局中局之大结局 午夜拍案惊奇 带你一起开启古玩界 时隔数百年之久的惊天秘密 作者马伯雍 演播爱宝梁 录音师德气 每一件古董背后 都是深厚的历史沉淀 和文化传承 每一件仿冒品背后 都是机关算尽的技巧 和匪夷所思的 圈套 古董局中局 正在播出 正当许愿被引银匠高超的技巧震惊不已的时候 要不然提醒他小心的细柳营的人出现 引银匠仔细的把这个宗世平的崩口边缘给错平了 用一枚啊 沾了颜料的扁针 在上面细细的画这么一道圈 在做完了这些工序之后 他沉思了一会儿 用一根铅笔在纸上图画了一阵 然后啊 取来了一根小银亭 引银匠把这个小银亭搁在这个干锅上 捡碎了 以以缺喷登 把这个家热了 银亭很快融成了一团颤颤巍巍的小银桌子 这个时候 引银匠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他伸直了两条胳膊呀 食指以一个特别复杂的方式交叠在一起 如同一张鱼网 然后这十根指头一死就动起来了 开始是一根 然后是两根三根 指头之间彼此穿插扣合 这速度越来越快 让人是眼花缭乱啊 怎么说呢 川剧里的一个变脸 演员呢 要先练铜线掌 把十根指头交叠在一起 以极高的速度改变手势 连这个出了诗 那才能正式地学变脸 引银将此时的动作呀 就跟那个 那是非常的相似的 我跟蓝鸡斋的老板在一边看着 瞠目结舌 当一套手势做完了以后 引银将的脸上 微微的翻红 额头上有喊猪 卖猫的沁出来了 看来这个绝活啊 对他的身体负担可真不小啊 他忽然把这个双手解开 从牛皮带上拔下了一把小钩子和一把小夹子 直接插入了干锅上的这个银水珠 只见手腕轻轻的一动 一勾 一夹 就跟抽丝似的 从这个水珠里边拉出了一条银线来 这根银线 在半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形 引银将 左手提线在瓶口这么一绕 同时右手用夹子往外圈这么一压 犹如太极中的举重若轻啊 这个银线在双手勾夹的这个捏弄之下 极为浮贴 飞快的就在这瓶口缠成那条长带 隔出内缘外方的这么一种形质来 引银将双臂猛然一沉 这个银条依然牢牢的贴缝在了瓷口上 开始凝固了 他趁机 掐边压缝 填补崩口的内缺 然后 把工具放下 双手拇指按住了边口 转了一圈 等到收手的时候 这个宗室瓶口 已然牢牢的镶起了一圈银边 肥胆不吐 反而增添了几分雍容 哼啊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起喝成啊 这前后不过是几分钟 这等牵引入瓷的手法 我真是闻所未闻啊 当真是惊为天人啊 我侧脸都一看 兰吉斋老板的嘴都张大了 也呆在那了 越是懂得居活的人 看到此情此景 就越是震撼无比 就算是玄词成见里边 都没有提到过这么神奇的居实的手法 尹银讲 把宗室的瓶 割回到了台上 又用工具做了一些细部的修补 没忘了 在这个银条上啊 又赞上一天文士 半小时之后啊 他把这个瓶子擦了一圈 递给了兰吉斋的老板 一百怪 你可以走了 兰吉斋老板赶紧掏出了钱 恭恭敬敬的放在了他的面前 才敢接这个瓶子 他镇定一下心神 开口问道 那个 您 您刚才的 这所学会儿 可有来历吗 没有 尹银讲 又恢复成了一个木的老头了 他渐渐地把工具 逐一地插回到牛皮上 眼睛里边 也不见了锋芒 兰吉斋的老板 好像没有甘心 哎呦 您这个 牛皮圈里的工具啊 看着 可是也有年头了 嗯 那个至少是晚清了呀 家里边 传下来的 尹银讲 依然没有理他 埋头 把牛皮圈好咯 结上了大扣 懒鸡斋老板 在一旁东拉西扯的 又说了半天的废话 搞得 隐银讲 烦不胜饭 挥着手 呵斥说 你们两个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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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嘿 连我都给烧上了 本来我还打算趁机讯问几句呢 这回好 一起都被赶走了 我这儿 我这儿正琢磨着 怎么才能流下来呢 烦鸡斋的老板忽然歪了下头 似乎听到了外面有什么声音 然后啊 他直了直腰 那谦卑恭敬的表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诡异的笑容 哼 我想起来了 老爷子的这首诀魂 不是绝迹江湖几十年的 飞桥灯仙吗 隐银讲 正在忌扣的双手就 停住了 他左眼猛这么一跳 很难以置信的 望向了兰吉斋的老板 似乎被刺中咬害了 这个眼睛里既有震惊 也有惶恐 您仔细想想啊 飞桥灯仙 不这名字还真的挺合适 刚才那一幕实在是太美了 小沟引这个银线飞过了半空 迅捷飘逸 真如街引灯仙一般的 可是 为什么 隐银将这么大的反应呢 这个时候 屋子外头忽然传来了 拍巴掌的声音 不羁不虚 一共六声 掌声很响亮 屋子里听得一清而出 可是这个掌声 一点热情都没有 反而带着几分阴冷和险恶的味道 就好像是猛兽 就好像是猛兽 接近时的脚步声 听到这拍巴掌的声音 烂鸡斋的老板 常常常的叹了 叹了口气 如是中风 他一公施 让开了门口 很快 有三个人 鱼冠而入 为首的 是个瘦弱的年轻人 容貌 清朗俊秀 可惜啊 这个脸色 十分的苍白 见不到一丝的血色 眉宇之间 带着几丝 忧郁气质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这个头发 眉毛 都是纯白颜色 不见一根杂质 搂在外面的双手 那个肌肤啊 也是白皙透亮 青色的血管 隐约可见 简直就像 景德镇的 隐清幼色一般 他应该是得了 严重的白皙病了 后边两个人呢 那都是 恐无有力的小伙子 头皮是清茬的 紧跟在 那个年轻人的身后 他们进来 两具魁梧的身材 立刻把这门口 当了个炎炎失声 那个年轻人一进屋 看向了蓝鸡斋的老板 你亲眼确认了 蓝鸡斋老板赶紧点头 是的是的 我刚才亲眼不读了 确实是飞桥登仙 年轻人矜持的笑了 转头看向了 阴鸡斋 阴前辈 你好 晚辈姓柳 柳程涛 阴鸡斋 莫名其妙啊 他只能是 一言不发了 柳程涛 找的把椅子 坐下了 然后慢悠悠的 说起来 晚辈听说 祭祀里绣花 分成了山东 河南 河北 三个流派 山东匹钻 河南宫钻 河北头钻 各有缺活 若我认得不差 这应该是 河北一派的独门手法 你说对吗 隐云将有心发作 可是面对着 这个来路诡异的白花病人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柳成涛 也没有打算听他的回答 他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飞桥登仙 这一首太过巧妙 要补完天功之能 所以 一遭天动 不可情有 真正有心看到的人 一共也没有几个 今天 晚辈要醒 适逢其会 真是何其幸运 我和尹尹将同事 扬了扬眉毛 看向了拦机斋的老板 这才是他的真实的目的 那个宗世平 想来也是被故意处理成那样的崩扣的 非 飞桥登仙不能够修补 借此 引出绝魂 啊 闹了半天哪 这老板不是贪图 引银将的瓷器 而是在替这个白花病人 试探身份哪 刘承涛又继续说了 河北一派 本来混迹于京城 乃是三派地位 最显赫的京派 可惜人丁不忘 到了晚清 周见世卫 唯一一点血脉 禀入了明烟梅花 这绝魂 也穿入五脉之中的玄子门 成了耀家独有的手艺 你是耀家什么人哪 他有意停顿了一下 目光很温柔 还带着点孩子似的好奇 可是话里的意思 却让我无比的震惊 我这个心呢 陡然被一只无形的巨手 给抓紧了 怎么 怎么一心就把五脉 给牵扯进来了 我惊骇地看着这个隐隐将 难道说 这个七毛不扬的老家伙 竟然是要不然的同族吗 面对着质问 隐隐将淡淡地回答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没事 没事 那些陈年烂骨子的事情 不提也罢 重要的是啊 你有这一手绝魂就够了 我在想啊 咱们国家 很多传统的手艺都要实传了 得有个法子保存下来 你跟我回去吧 跟万辈商量一下 如何把这些民族的瑰宝 保留下来 如何呀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 语气却是不容人拒绝的 隐隐将感觉到了对方的恶意 伸手 想要去抓这个喷登 柳成涛身后的保镖 眼机手快 飞沉上前 一把抓住了喷管 这个喷管是黄铜之地 卡巴 居然被他给撅筷子一样 轻松的就给撅断了 隐隐将后退了几步 嘴角开始颤抖了 但终于明白了 今天这些家伙 为了达到目的 是绝对不会吝啬使用暴力的 一念及此 隐隐将立刻就怂了 不在工作台的前边 他终究就是一个懦弱的老头罢了 柳成涛又看向了我 你这个态度依然是非常的和蔼 这位先生 虽然你我素美平生 不过见面就是缘分 不妨一起到小处去做一做饭 这就是要灭口的节奏吧 这个 我的心中暗响 我开始扫拾这屋子了 我该怎么脱身呢 柳成涛见我眼神闪烁 知道我上海有侥幸的心理 他苦口婆心的全 李桥登仙这个事情啊 甘息正大啊 不能外传 就算您发了事 我也不放心呢 所以啊 今天无论如何 您得跟我回去 您就不必枉费心机了 见我不吭声 懒鸡斋的老板赶紧讨好地 看向这个年轻人 看向这个年轻人一脸的谄媚 柳成涛 弹了他手指 弹了他手指 咱们戏流营 向来是 严丘必见的 你的账就平了吧 拦架的老板 老板连练的老板 连练作业感谢 这个铺子,你可得替他看好了呀。 兰七爹老板大喜过望, 银银匠这回肯定是回不来了, 让他看铺子,那不就意味着铺子里收藏的瓷器全是他的呢吗? 要不是贪图这些便宜, 他才不会屈尊来给老银匠在这周旋呢? 我在旁边忍不住啊,把眼睛都瞪圆了, 柳城涛的话在我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西柳银,西柳银, 这不正是要不然盯住我,要提防的老嘲讽的手下吗? 我仔细子没想,前后的关系啊,一下就滤顺, 西柳银身负老嘲讽的嘱托来扫行寻找飞桥登仙的传人, 柳城涛查到隐银匠这里, 不确认他到底会不会这手绝活, 于是没有打草惊蛇, 是让当地的古董店的老板贾介修斯为名来试探这个隐银匠, 一旦隐银匠露出了这手绝活, 西柳银才会出面来绑神, 这些人做事啊, 这只既谨慎又狠辣, 从前到后滴水不漏啊, 要不然他显然知道西柳银在绍兴的举动, 又不便对我明说, 于是给了我一个隐隐约约的暗示, 原本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不然要引我来绍兴, 但是看到那个柳城涛的做派之后, 我立刻就明白了, 要不然最讨厌的就是柳城涛这样的人, 我虽然不知道两个人呢, 在老嘲讽的手下是什么样的分工, 但是这两人的关系是绝对不会好的, 搞不好还是竞争的对手, 要不然这么干, 是打算让我去搅这个柳城涛的局, 可惜啊, 如今我非但不能搅局, 反而是自身难保, 直接被人给堵在屋子里头了, 柳城涛暂时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等待回去这么一查, 很快就会知道的, 他就会知道, 我就是白子门的许案, 这两份大功劳都被他一个人读得了, 要不然这是赔了, 不是, 不对, 就是, 就是掏鸡不成, 他有十把米啊, 说传奇, 就在午夜, 拍案惊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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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蓝鸡斋老板只是前来试探消息 真正的幕后指使 就是要不然所说的细柳营的人 许愿深陷危机 我这正琢磨呢 就听这个柳承涛轻声说了 你们还不快扶尹老师和这位老师出去啊 两个手下立刻朝我们俩走过来了 慢着 我突然大喊一声 柳承涛说 你说 如果是求饶的话就算了 大家都很忙的 我一边争取着时间 一边悄悄地挪动了脚步 我说 你既然请我去做客 好歹也得说个来历吧 有些事情啊 还是不知道会更好吧 别给自己增添烦恼了 他说完 手准一摆 两个手下加快了脚步 我忽然朝前这么一冲 想把刚才决断的这个喷枪管捡起来 可是对方是个练家子 早看出我这个去世了 一台大腿先封住了去路 然后一条胳膊横着 朝我就扫过来了 我连忙举肘抵挡 就跟这个铁柱子碰着似的 我这半天各位都爬了 整个人朝着反方向就倒去了 那个家伙试探出我的身上没功夫 动作呢也没那么急了 他看我惨然倒地 自笑非笑 伸出一个巨大的手掌来抓我的尖头 就在他的脸离我只有十厘米的时候啊 我的右手猛然抄起了一样东西 丢在了他的脸上 对方猝然遇到了袭击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咕噔一声跪在了地上 双手紧紧地捂住了眼睛 我扔出去的东西啊 是引银匠的酸洗盆 银匠为了洗去银气表面的这个黑斑 改善光泽呢 完工以后都要把这个东西啊 放入酸洗盆中涮一下 所以呢 这是常备的器具 我在刚才就注意到了 他们一直盯着喷登 这种杀伤力大的器具 但是呢 没有人留意啊 丢在一旁的酸洗盆 要知道 酸洗液 一般用消酸和硫酸调配而成的 哪成分都不是擅长 短时间的洗涮 就可以破坏银气表面的氧化层 长时间的洗涮呢 这银气呢 就会被腐蚀变黑 您想 银气都挡不住酸洗 何况是人的脸呢 另外一个人看到同伴欲吸了 愣了一下 松开了引银匠 我趁机抄起了另外一盆 做事朝他撒过去 那个人看见同伴这个惨状 吓得亡魂接冒啊 哪还敢抵挡啊 跟兔子似的 一下就跳出门去了 还不忘把这个柳成笛给拽出去 结果呢 这盆东西啊 直接的泼到了蓝鸡斋老板的脑袋上了 蓝鸡斋老板吓坏了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夸张的 哇哇的大声的喊起来 一团浑浊色的黄色的液体 迅速地扩大了边际 它嚎了半天 这才发现除了这头发湿了一点啊 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酸洗过后这个银气呢 那都得过一遍清水 洗掉这个酸液 所以呢 在这个酸洗盆的旁边啊 还有一个清水盆 我第二次丢的呢 是那个 想想也知道啊 一个银匠的家里 怎么有可能那么多的这个酸洗盆呢 又不是做化学武器的 趁着敌人混乱这个机会 我拽住了银匠 推开了后房这个门 闪失进去 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 还有一截短走廊 连接着尽头的一处小厢房 哎 这还有没有别的出口 我问尹银匠 这家伙身上的闭迷太多了 他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的 尹银匠没有回答 他加快了脚步 冲到了院子里 这个院子啊 没人试弄过 只有一棵半枯的老树 和几松野草 他走到了围墙的地方 蹲下身子 扒拉了几下 搬开了一块 爬满了藤蔓的荒石头 墙下边呢 就出现了一个狗洞 这狗洞 半连着墙机 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 爬行 进出 事到如今呢 也顾不上面子了 我和尹银匠 依次从洞里爬出去 到了墙外边一看 原来 已经面临着这个河边了 尹银匠 又把那块荒石头 重新拽回到洞口 把这个挡住 这才爬出来 为了防止河水 泡坏了这个墙机 这里的临河的这个院墙啊 跟这个河岸之间 会空出这么一小段空隙来 我和尹银匠 把背紧紧贴在这个墙壁上 勉强能够站稳脚跟 我听到院子里 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是撞开 乡房木门的声音 还有不甘心的叫喊和搜寻 福尔摩斯说过 排除掉一切的不可能 剩下的就是答案 乡房没有 那就只能是翻枪而出了 你们去看一看 墙角有没有动 我看了一眼 尹银匠 我的意思是 这这这怎么办 这个 尹银匠指的这水面 比了个滑的动作 还能怎么办呢 游呗 我们俩也顾不得脱衣服了 慢慢的挨起身子 进了水里 尽量的不发出任何的声音 好在这条小河的水啊 并不深 估计呢 也就两米左右 对我这个八岁 就敢跳北海的熊孩子来说 那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引银匠打头 我紧随其后 我们安静的挥动着手臂 朝前缓缓的游着 水温的很舒服 就是偶尔会有浮在水面的生活垃圾 从身边飘过去 略陷得有点恶心 我们游了好一阵子 在路人惊讶的注视下 从一处洗衣服的小台阶爬上去 一抬头 看到八字桥啊 恰好就在对面的不远的地方 水箱就是这样 从八字桥到引银匠家 那得弯弯绕绕的走上了好久 但是如果你豁得出去下水 其实呢 那个直线距离并没有多远 这一带的居民很多 附近呢 还有一个派出所 就算柳成涛他们追过来 也不敢动手 啊 不是 应该是 不敢动手吧 我忽然不这么确信了 哎呦 怎么这些家伙 他们这个气质啊 跟我之前接触的敌人 不太一样啊 如果硬要比喻的话呀 之前的那些人 那都是小流氓 会放狠 会刀子见血 但是 他们也就这样了 而柳成涛这些手下呢 那都是职业杀手 不轻易动手的 但一动 那就是要命的事啊 就那俩家伙 身上有这么一股隐隐的土形味 这是盗墓贼特有的气味 他们常年钻行于浮土 沉木和臭湿之间 那个味儿啊 都渗进了毛孔了 怎么洗都洗不掉 一闻就闻得出来啊 难怪要不然盯住 要当心这个戏流营 盗墓贼呢 都是亡命之徒 最为凶残 老巢凤手下 除了智甲的团伙 居然还豢养着 这么一群转正的盗墓贼 喝 哎呦 旗帜不小哎 我这正琢磨呢 隐隐将忽然拿手 把我这个脑袋也按住了 爬下 可以爬下呀 爬下 我连忙蹲下了身子 藏在了一棚水草的旁边 我就问了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隐隐将把这个食指 竖在了嘴唇的边上 然后指着指八字桥 我小心地探出小半个头 朝那边看 八字桥顶 柳承涛 正笑意盈盈地 跟那个姑娘说着什么呢 这个姑娘头上 坠着一枚银饰 在日头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 正是莫许乱 柳承涛的旁边 只有一个护卫 估计 另一个送到医院去了吧 柳酸破的脸上 那不是小伤 柳承涛 站在那儿 和莫许愿 聊得颇为热露 两个人有说有笑 这个小姑娘 不时地发出了 根根的笑声 我心中大急呀 不对 这个柳承涛 是个极危险的家伙 无缘无故地 接近莫许愿 一定是不怀好意 虽然 我跟这姑娘交往不深 但是 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她 无辜地受牵连 可惜 我们的距离太远了 听不清 他们说什么了 只能看到 柳承涛啊 凑在莫许愿的耳边 嘀咕了几句 姑娘摇了摇头 却没有躲开 柳承涛居然牵住 他那个细嫩的小手 两个人肩并肩 走下桥去了 临走之前 柳承涛忽然停下了脚步 朝我们的方向 望了一眼 眼神里透出了一丝阴冷 就好像蛇 吐的那个心子 我对尹银将 不顾埋怨地说呀 说当初你要是早点承认了 不是 哪有这么多的事啊 他一定是发现了 墨许愿的那个连猪头 是了 以为这姑娘啊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了 尹银将没说什么 那确认柳承涛离开之后 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一直这个巷子口 那边有条路可以走去 你走吧 然后自顾自地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我勃然大怒 一巴把他给揪住了 那些王八蛋显然打算挟持墨姑娘 逼问咱们的去处 难道你就打算袖手旁观吗 这不关我的事 不是 他可是你街坊 他只是买过我几串银丝 不算什么街坊 引银将拨开了我的手 眼神闪烁 嘿 您说啊 他刚才做了个虚活的时候 那眼人就是一代宗师的气派啊 现在 又变回了那个脾气暴躁 胆小怕事的 猥琐的银将了 不是 就算是陌生人 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银银将瞪住 你也看到了 那些家伙 真的会笑手杀人的 他回想起刚才的惊险 仍然是心有余悸 他缩了缩脖子 想要离开 嘴里边 嘟困着我听不懂的少行话 我身子一横 挡在了他的面前 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我以此一顿地说 我是武脉 许家的后人 我叫许愿 你如果这是要家子弟 就该知道 我能从柳承涛的手里救出你 也一样能毁了你 一听到这句话 银银将 就好像被雷给激了 对他来说 我后半句的个威胁 还不如前半句更有杀伤力 他沮丧地捂住了脸 嘴里边喃喃地说 我叫许他 我叫许他 一楼 飞桥登仙的节火 一定会早天前的 一定会的 几十年都冷过去了 怎么还是没有冷准 隐银将被我逼迫地走投无路 说着说着 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了 双目泛红 眼看着就要犯病了 我毫不客气 啪啪啪 给了俩大耳瓜子 他被我给打蒙了 那个症状啊 也硬硬的被打回去了 哎哟 看来他这个狂躁症啊 那是有选择性的 吃硬不吃软 好声好气地问他 他跟你甩脸子 发脾气 你非得恶声恶色的 插户的 威胁的 这才太服软了 哟 早知道他这么个秉性啊 我何必费尽心思去试探呢 直接杀进门前 一顺威胁 不就想考定了吗 现在 柳承涛没机会了 但是我 还有机会 不把他逼到绝境 这个家伙是不肯开口的 我冷冷地说 我可以放你自行离去 我许愿 我自己会取救 但是你要告诉我所有的事情 小不忍 我刚才啊 拿这个酸鞋 破人那个脸 他也看见了 他知道 我这个手下不容情的 狠角色 我是说到做到的 隐隐将万般无奈 只好做了个手势 让我跟着他走 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他带着我 七转八弯 在这个台巷子里穿行了许久 忽然 眼前豁然开了 竟走到了一条大路上 我看到 在前方 路边 右侧 居然是一株教堂 这个教堂 通体被漆成了棕黄色 有一个高高的尖塔钟楼 正中呢 这个圆窗上 镶嵌着彩色的玻璃 看这个建筑的墙壁啊 它斑驳的程度 恐怕是民国的时候建起来的 虽然建筑略显破旧 但是自有一番 内敛的圣洁的气象 在教堂的外围呢 是个小院 院子里啊 有一个圣母造型的喷泉 还有一个自行车棚子 旁边 书架上放着可以随意取拿的宣传小册子 隐隐将轻轻熟路 直接往里边走 教堂这个门没锁 一推就开了 我在后边跟着 我有点愣神了 嘿 真没想到 这家伙它还是一个基督徒 教堂内的陈设是非常的标准的 前头是一个步道台 竖子十字架 下面呢 大约二十几排木椅子 旁边的穷柱上呢 还挂了一副 极富中国特色的大红队帘 上书 煮造天地万物 终爱世上众人 这个时候没礼拜 教堂里边空荡荡的 一人没有 隐隐将进来之后啊 那个神态变得平和多了 狂躁之气一扫而光 他随便选了一个座位 坐下 我想了想 坐到了他身后的一排 从我这边的视线呢 正好可以看到 他那口脑勺 以及远处的耶稣十字架 有些话 不面对面的话 反而更容易说出来 我靠在椅子上 我双手抱毙 安静地等着 隐隐将在我的前面 垂下了头 双手额抱 喃喃地祈祷了几句 阳光透过穹顶的彩色的玻璃 照射进来 如一只看不见的光芒之手 安抚着他的肩膀 我 我不是耀家的子弟 只是跟耀家 有一些渊源 罢了 哦 这就是 尹银医将的开场白了 在许愿的帮助下 尹银医将逃出了西柳营的锥上 和许愿说起了尹家和五脉中 要家的渊源 一族青花瓷宝冠 一段沉重壮烈的往事 数百年前种下的几代人的恩仇爱恨 将在小人物许愿的身上 兑现 收起宝冠 破解线索 古董局中局之大结局 午夜拍案惊奇 带你一起开启古玩界 时隔数百年之久的 惊天秘密 作者 马尔